而且我们从大学时代开始念书 就从来不是在准备考试的念书 而且每在念任何东西是当成自己要教 那个态度逆转 我变成是一个主体无限 而不是被教育成为考试机器 几乎都不会思考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义是怎么样教的 但是我知道过去的那个系统所培养出来的老师 然后都要写成乖 好可怕的乖 没有错啊 要写成乖 那个乖就是乖格 乖为乖逆 要打破掉这些虎朽的传统的东西 生命从来没有任何一刻 是跟过去一样重叠的 没有 这个我们这几天来 大家大家都 不是刻意求备 而是自然而然的创化 这两个差很多 因为我过去那个 以前那个台大有一个医友法教授 他们开一个博士班的课 找我去上课 他介绍我就是 陈老师是 全台湾很少见的能够结合 人文跟科技 我说等一下等一下 你讲错了 我从来没有结合人文跟科技 我只不过是从来没有期婚而已 这两点差很多 为什么 因为人类的演化 人类文化的发展 从文艺复兴以后 然后你知道大学到什么时候 才开始有所谓的婚科 然后就渐渐走入所谓专业化 往来美业专家的那样子的这个 期视觉 接着呢 几乎呢 就是变成都是破碎的知识 没有方向感的知识 自以为是的知识 有为整个整体人类发展的 一个一种逆向知识 所以叶成功者变成是邪魔 一直在制造很恐怖的东西 制造最大的垃圾 创造更大的危机 然后呢 耗盡世世代代的知识 没有那种整体的知识 真的是没有方向感的 一种知识 那是很恐怖的 所以我不大会去指示之后 在乎那些小细节的技术 像现在大家后期的资讯 太快 太容易 以至于好像没有一个东西 反而忽略掉 去生产那个知识的构成 背景 心态 心态享受 任何科学 科学不是大道的 科学不应该是那种是技术的 科学不应该只是那种某种冷酷无情的东西 恰好相反 科学是研制于人类的触发心 那我在讲那一套就是说如何足处做学问的方法 那你也知道每一种东西 那我差不多收集每一种植物 我差不多把历来一百多年 全世界有关这一种 因为这是台湾植物嘛 至少这边为主 那所有资讯我都有收集 那我要写的时候就很坏 而且写出来 我又把握 没有人会比我这个更完整 我还加上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隔几年就会有再新的东西 那你再加进去 你把这个资料库是活得一直在更新 那我原来的过想是什么 当初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梦想着 我要把过去日本时代所有的研究报告 的东西配置出来 然后结合我们这一代 然后设计一个自由的资料库 就像维基百科一样 你可以进来增加进来一直增加 这样融会为我们共同的 这个自然的 我那个时候是做是植物 每一种植物都有这样的 information 可是我后来发现 我就是找那个郭长生的爸爸 郭志德帮我翻那个日本 那我个人差不多把五十年 日本的研究差不多都消化 结束了 应该是到我手上都已经OK 那我就把它写成那个自卑士的东西 我是希望下一代不需要再去从那个时候review起 那可以踏在我的肩膀上跳个面更高 而且把知识变成一种真的公共财 而不是私人拥有用来后取什么样利益的一个手段 这个攻击 但是我几十年来都没有成功 因为我发现人性还是 也不是人性啊 也不能讲我没有成功啊 只要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某种位置上 哎 在台湾有能力的人太多了 有节操的人太少了 有品味的太少了 那你有 对吧 不是一首歌吗 空城多少奇才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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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那这么多的人才里面 你必须要有 那个适当的那个机业 所谓要开创 非常的事业 必须要有 非常的人才 面临 非常的时机 也要在非常的位置才可能 所以台湾历史上 我只承认两个政治家 就是恰好有那个位置 第一个陈永华 现在在台南展览 但是到现在没有人把陈永华 真正对台湾最了不起的贡献 讲出来 第二个就后腾新平 后腾新平来到台湾 他把怎么样 日本总督府刚开始在台湾 一大堆官僚来这边 作威作福的后腾新平一到 他相当于行政院长 他怎么样 即使那个时候只是内政部长 但是因为总督在东北 跟日俄战争 所以全力都放给他 他大干特干 第一件做的事情 因为他讲了一句名言 所有的事情 第一在人 第二在人 第三 才是人 所以他来到台湾的第一个做法 就把总督府全台湾 大概三分之一的公务人员杀掉 因此 埋场上很多政敌 这个人绝对不是只是干到 后来他战后以后回到日本 当了东京市长 这个人才能 结不在东京 结不在一个市市长 台湾所有的建设 户口普查 土地葬梁 铁公路各式各样交通的这个 卫生 金融财政 农业 甚至于公卖制度 统统是这个人所做完 你现在去看陈永豪的展览 这个新原田 做什么那六大项 贸易 差不多 但重点是 你要有那个位置 而且要真的是秉公的那种 要有那个眼镜 那个vision 那现在呢 其实台湾啊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像现在提供给你们年轻人 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发挥 但是呢 现在人轻一辈的在用功 在自发自觉的能力上 是降低了很多 我刚才讲 创造现在的这个啊 基本上是老一辈子 超过六十岁以上的人 你阿公那一代开创出来的 那一代是这如这类 那个这如这类里面啊 他为什么能够这样 不是说他只有 这如不怕不怕 那一拖 只有这样拼就拼得出来 那个应用上的台湾的最大善根 你们看在报道啊 王永青啊 报道一些出名的人 什么什么的啦 往往呢 报道听众在呼前面 反而是加深误解台湾文化 台湾文化的真正深层内涵的东西 我在第一天已经报告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台湾宗教精神人格的内涵底应 以及台湾人 那我跟明天的客纳 就是杂罗在一起 那有一小部分 前一部分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 那今天我是解析 特别是王爷信仰的解析 马祖信仰的解析 无功用型的产生 觉悟的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的所有的总结起来 文化的主结构 有型的庙仪客厅 无型的这个无功用型 还有对抗着另外最大势力的 他力主义 这是我们谁都知道的 拜托拜托 让我帘子搁着帘子 把帘子帘子收下来 让我这个 就是所有庙仪的前面 台湾的庙仪 非常地仁慈宽容 接纳众生任何的要求 那绝大部分人当然只希望 每一座庙顶的那个葫芦寿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去访问那个太生公的庙厨 开口第一句话 台灣人所有來拜拜的 都沒有在管這一尊是什麼神 只有在拜樓頂上那三尊 沒有錯 就是這樣 那這個也沒有什麼不好 早期移民 你知道 沒有東西吃 沒有藥物 然後來摘個西高 正成功要來台灣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是非常困苦的 困苦到什麼程度 絕大部分他的士兵將領 都不願意來 都不願意來 因為你知道過天天好 過天都看到張力之地等等 因為那個風土還沒有適應 正成功為什麼過來不到半年就死掉了 表面上歷史上在寫好像是說 他兒子正監亂倫 那個是小貼死 基本上是下面的將士不拼命 你知道嗎 當初要打台灣的時候 船到彭六樓灣 這個到了澎湖 澎湖當然 你知道他們沒有糧食 澎湖所有人搜刮的糧食 只夠他的軍隊吃一餐 只夠他的軍隊吃一餐 收集到什麼韓籍 韓籤 香港只有那些東西 小賣 他莫得不 在狂風暴雨當中出發 所以他要下達出發的時候 那個船上兩個將人跪下來說 這樣吹不好啦 是不是等那個雨停再收啦 正成功的回答是 以及坐在這邊餓死嘛 他說 如果老天要讓我 取得台灣 那我航行之後就會請天 如果真的是要困死我 他等於是口腹成多了 這個不是歷史學家寫出來的喔 這是楊英從真實錄 正成功真的信實之一 就是跟隨在他旁邊的人 那個楊英是立父 就是專門負責的糧食啊 復負了 糧食這個輸送的 他留下來的一個陣地 好可惜喔 他後面那第五六個月在台灣的 因為這個楊英生地沒有留下來 那現在台灣在談到過去 鄭成功啊 陳永華這些事蹟的 根據最多的都是一本書 《江日生的台灣外記》 江日生是清朝時代的人啊 他能夠寫的東西呢 他寫的其實是小說不是歷史 但是他是根據史實 來加上自己演力出來的東西 我要介紹的是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介紹完 比如說我們 在這幾天下來 你可以知道說 你應該自己怎麼去做 怎麼收集自己的資料 你對哪一個領域有興趣 你就開始永遠不會嫌年紀太大 拜託 這個已經不需要再講第二次了 上帝從來沒有創造有經驗的人 任何人從來不是他自己的經驗智慧 是首身 對吧 那個隨時你可以重新開始 沒有年齡的限制 你們知道 我覺得有一個老妖精 好可愛的天使 叫做喜哲 聽過這個人沒有 他八十幾歲才開始寫英文 他幾歲才開始寫什麼 他永遠在做天使的工作 純然不足 喜哲這個女士 你們沒有聽過啊 喜哲還在啊 一百多歲了 是的 我的報導裡面有 你的報導有 這種人才應該大肆報導 那個一生就是 真的是上帝派來的天使 也許等一下你可以報導 那樣的過程 像那樣的東西 像對任何一種植物 我們每一種植物 比如說寫下來 就是整個 那完整的資訊 那你要做解說呢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文本 我這裡只是幾例 這裡說幾一百多種的 台灣植物 大概歷來的 還有加上自己的研究調查 這樣一種東西 我就可以給你全方位的 Encyclopedia 所謂的進入這樣子 這個叫物種的整個生態字 這是我定義的這個名字 然後呢 有了這個東西 你要來做解說 那解說就不一樣喔 解說是什麼 我一開始 1984年 在肯定國內公園 在解說課 哪是信念解說也 我只有告訴他們 解說 那 那 就是 那 能夠讓自己覺得很享受 哇 啊怎麼樣才能夠 enjoy呢 很拚的 比如說你去解說 我打不起來你是不是很難 我不會像現在的解說手冊在跟你們講的 當一個解說人要這樣 因為我已經看了那個東西 30年已經看膩了 全世界那一類東西歸納 再什麼歸納我自己歸納一些就可以 何必去念你那些東西 當時我只是發揮到Enjoy yourself 像現在最近這十幾年來 解說就是什麼 食髓之味 吃好道修佛老 熱以分享 當下即席創作 適可而止 就跟你講過了 上課演講沒有這樣 上課讓人說還有沒有還有沒有 後來呢後來呢 不要收底要撤得怎麼還沒了 那你就撕掉了一個 所謂解說的一種結竅 那任何東西都是當下的活體創作 所以各位 當個所謂的老師 其實是非常難的一門 身體語言藝術跟愛心無窮盡的付出 在我來講你要站獎牌 最大的挑戰是 身體狀況好不好 那個能量 因為你在上課的時候 真的是無窮的能量在上課 你是要付出的 總沒有人說你在上課 只是為了要那個負面的就不講 因為在座很多都是老師嘛 對不對 我現今這一次都沒有批評 老師都沒有批評 另外 各位